有沒有和另一半去旅行的經歷 不知道大家的經歷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的經歷 我覺得應該和大部分人一樣 每一塊都要打開 每一塊都要想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对我来说 Generally 我是第一次和你两个人去 是不一样的 我之前和朋友去过和我妈去过 就不一样的心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次我们大概花了四五天 首先可能大家不了解那个城市的朋友们 我可以先介绍一下 那个城市是以法语为主的 然后它所有的路标 然后menu 就所有东西都换成了法语 所以对于我们两个来说 其实我们不会法语 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但是Andy是第一次去 第一天第二天都有一些口角这样子 我也没有很多心情去记录一些东西 之前如果大家看过我去Montreal的视频的话 大家都知道有一家拉面店 是我每一次去都会去吃的 我们去吃了那一家拉面店 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 也许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的好吃吧 在拉面店里面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一种回忆吧 然后那个城市你会想到说有这家店 然后会有这个味道记忆在记忆里面 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都要去一次这样 通过吃的汤底 通过吃当然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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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浓了 你喜欢吗 非常美副 好吃 你看这里吃的 不一样 我刚刚选的味道的味道 第一次我这个是冲的水 第一次我这个是冲的水 第二次我这个是vegetarian 第二次我这个是vegetarian 还要面呢 我可以给你一点面 不然我用你都买 我超爱吃这个温泉蛋 很香 听说嘴巴真的很难 火候很难搞笑 我现在又是有团契结束之后呢 我们又出去在外面夜游了一会儿 其实我是想要去找一个bar relax 想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夜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那一天就是 其实我们都很累了 然后Andy也不是很想要去bar 我们就出去走个走啊 然后买了一点东西回家这样 手拿着就是非常的抖呢 我真的忘了拿handle 我很喜欢这个灯 就是透露着一点浪漫 哇 有很多不同的 起码人们的lifestyle是不同的 concept 不同的 哦 有听到有人唱 Lifehouse Oh my god 好吓人 这是什么鬼 那第二天呢 起来以后我们就去吃了brunch 我的最爱是他们家的french toast 不知道它是怎么烤的 那个外面是很crispy 一粒一粒的那种颗粒感 非常好吃 我本来想说只吃一口 或者两口 但是我不知不觉把那一块都吃完了 看我的土豆好好吃 这Q弹的 啊 羊羹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超合的 非常好 不错 哇 这好 梅盖真的好喝 哇 上面吃人都吃虽然 吃虽然 吃虽然都是没的 不要煩 这这银肉 吃虽然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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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好好喝 啊我的雞蛋厚 你加麵包 那一個 no 這是肉嗎 對啊 真的太大 哇我吃得不動 像這樣 好 你看 你必須挑戰 看起來不齊眼 其實好好吃喔這個 而且吃起來不像是豬肉 我不太喜歡吃豬肉 像這樣 Amazing 超可愛的這個 嗯 嗯 嗯 好脆喔 好吃 哇這個好好吃 我要上手了 嗯 這個好好吃喔 好 嗯 嗯 超好吃 嗯 嗯 嗯 听不下吗 听不下吗 最新奇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们去看了一个Mintosh Shop 让我描述的话 它是外观给我感觉像是在一个仓库的感觉 进去以后更觉得像是在仓库 然后它是走到那栋楼的很里面的那种地方 然后一开门我就觉得进入了灯的世界 全部都是那种Vintage的灯 各种款式 有看到一盏灯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形状 是放在地上的那种Floor lamp 它那个底座如果换成了银色的话 说不定我真的会买下来 很不幸运的是那个店 其实虽然它没有很明确的说 但是应该是不允许拍摄的 虽然下大雨 at Werber Market 非常传统的市场 就在离那个地方不远 看外观或者是整个氛围的话 其实很像我们这边的St Lawrence 我更喜欢那个Market 因为它整个东西非常的organized 然后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卖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 就不只是我们一般去到那种市场会看到的那些 一个非常传统的花的店铺 然后看那个有个小姑娘 都是它自己选品然后自己放在一起的 包括养这个花都是他们家里养的 就是养花然后运过来 然后包括绑形状等等的 都是他们自己一家人用的 非常不错 就另一天就是我们的anniversary 然后我就说那要不你现在送我一束花 然后他就送了我一束 晚餐是去一个Italian restaurant 然后那家是感觉就像那种很小的一个店 印象非常好 给我感觉虽然我没去过意大利 但我感觉非常的传统意大利的那种餐厅感觉 里面的人应该是都是意大利来的 我听他们说意大利云这样 然后有一个巨大的砖头搭的炉子 放在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录到 他们等于是有师傅在那边做披萨 然后直接放进那个炉子烤这种 我点的是spaghetti 然后是非常意大利人都会做的那种 很基本款 番茄酱那种的 非常好吃 So impressive 它那个面条Q弹有劲 嚼起来非常有嚼劲 然后因为它是新鲜做出来 趁着那个热吃下去真的好好吃 包括那个酱 不像是那种一般我们会去超市买到的 那种番茄酱感觉它真的是用 就番茄自己做出来的那个sauce 那个sauce简直是灵魂 我从来没吃过那个口感的虾 我一点都没有夸大 那个虾就是看上去是生的 吃起来也觉得是生的 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它的那个味道是就非常鲜的一个虾 吃起来就是又很嫩 然后又非常的鲜的那种感觉 放在我从来没有在披萨上面吃过放虾的 我真的so impressive这种搭配 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Tiramisu of course 我们去伊丹利餐厅一定要点这个 我很喜欢吃Tiramisu 我非常 我是一个甜食爱好者 虽然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不一定觉得 但我真的是甜食爱好者 我一直都是非常不让自己去吃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我应该可以cheat一下 然后点了一个decaf copy of course 这两个是绝配 当时搭配下去那么一刹呢 我觉得升天了 我现在一口Tiramisu 你都吃了 你都吃了 都吃了 No 然后一口decaf copy 然后我就上天了 这个超级大 我不敢多吃了 就现在你吃吧 我吃最后一口 Let's buy 晚上就想说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下摩天轮 听说是加拿大最大的那个吧 后来去到那边发现他没有开门 我们有一度以为他会因为covid-19不开门了 所以我其实还挺伤心的 第三天了吧 算是 是我们的anniversary 晚上呢 其实有一个法餐这样的安排 一早上起来 我们当然又去吃了brunch 但是这家brunch没有让我很惊奇的地方 倒是他的smoothie 让我和Andy都很surprise 非常大的一个杯子装的smoothie 然后里面有很多非常健康的蔬菜和水果 现打的 好喝 然后又很healthy 就是那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那除此之外 好像 我在想 回想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记得的 记录一下这个 toast 超级软超级好吃的 感觉它里面有泡过还是什么 外面好像是蛋黄的 在我们住处旁边的一个 那种卖很多小的碗盘啊 然后家具啊什么的 这个店 我觉得还挺让我印象深刻 这样子感觉就是还可以 还过管 但价格也不错 所以大家可以去网 我知道他们有网站 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站上看看 它的那整个店的装饰让我想起 anthropology 当然 这个 没有 那个brand那么大 然后也没有那么全面 但是整体的风格 很像那个店的感觉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后来我去了伊特根 这个是在我去之前 我就想说一定要去的一家店 因为我之前 大家如果看过我分享的 香水的那一集的话 没看过的 戳上的这个link 有分享一个香水是 Laktin & Parfume Mark 我当时闻了以后很喜欢那个感觉 说到说那边有一家这个店 是卖这个香水的 我就直接过去那边了 我现在终于free了 一个人来check这个perfume store 到了Oport教堂 我之前去过 想说带Andy也去看看 但是他最近可能covid-19关门了 但我们去了Oport 那些很老的街道走了走 街道就还是挺漂亮的 天气那天也非常好 走了一段 坐在那个路边 然后聊聊聊天 今天头发真的像个疯子一样 但是我习惯着走 我们法式的卷卷 是卷非卷 帮助 还是没有帮助 让我更发现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 让我感触更深刻了 这一次 可以 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放松 我们已经不能再放松 我意思是不用太在乎 你管别人干嘛 活着你的生命 我到了Montrail 当然要去Sens 但是Sens它是一个概念店 就是没有很多东西在那里 进去以后它还是会告诉你 哦 你还是需要一些产品 还是得要在网站上面买 只不过可以跟他们订而已 没什么区别 但是就是去参观它的店的整个装修 感觉还挺不错的 我是很喜欢 因为它都是灰色调的那种 当然是深灰了 待久了 还是觉得有点沉闷的那种 但是整个的装潢什么都非常的搭这样 晚上我们如约而至 就去到了这家法餐 我们点了鱼盒 Dark Confit 是很好吃的一家餐厅啦 我吃了一些法餐 我觉得最好吃的 还是多伦多Downtown 那个Alm Street上面一家 我很爱吃鸭子 所以我基本上去吃法餐 我一定要点Dark Confit 所以最好吃的那一家 我在我心里是 那个Alm Street上面那一家 其实我没有吃很多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如果要夜宵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点外卖这样 然后果然我们点了外卖 啊 我们今天彻底释放 一个是素的 一个是肉的 这个样子 是这个味道 是这个味道 我闻到甜椒 我吃的 下了料哦 下了料哦 这确实是一个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情侯 没有 骨骨鸡抓抓 如果决定好了 我们请客长 张提克战队宣布你们的出战队员 他是 然后关 啊 啊 啊 好滑 好饿哦 我喜欢你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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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场 主场的比赛当中 一直持续能量的浩川 终于上场了 而这边 我们主场 林丹战队要派出的队员是 好喝 好吃 我当时很激动 我现在也很激动 其实我现在也很想吃冷锅穿帅 为什么在这边就没有呢 波波鸡没有 没有吃brunch了 其实我还是可以继续吃的 我非常喜欢吃brunch 但是Andy真的吃的已经很腻了 因为他连续两天点的都非常的heavy 就去了一家croissant店 那家搜索出来说是挺有名的 还挺好吃的 我当时买了五六个 然后想说最后一天嘛 然后回来也能吃到那个味 回来之后不会那么的失落 起码还带回来一些味道 吃完以后 我们想说去那个大转盘那里 碰碰玉器 看来有没有可能开门 因为搜是搜不到信息的 然后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了 我们超级开心 看见他在转 那种开心就感觉像是看到什么一样 无法形容那种感觉 我还挺享受那个时间的 可以看到他整个 old town 的一个全景 能感受到这个城市 它的一个历史变化 历史变迁 就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去 Montreal 一定要做那个摩天文 晚上和白天桌是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大家可以两个都享受 那是最好的我觉得 离开之前呢 去了Andy一直想去的那个 奥林匹克馆 就是BioDome 里面看了一些动物植物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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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几天时间 我是觉得不够用的 我很爱那个城市 我很爱那个城市的文化和给人的感觉 在街上我无论做什么 都不会有人在意 也不会有人评论 不会有人judge 就大家都会很注意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而且在那里可以活得非常的 就是外放或者说自我 就都无所谓 然后那边就比较free 虽然说我打这个比方不好 我们去的那一天看在街上 有些人不戴口罩 有些人戴口罩 但是不论你戴还是不戴口罩 没有任何人说什么 大家都很confident走在街上 我觉得这个感觉给我是好的 我是喜欢这样子的 大家生活都是很放松 让我觉得像是在四川的感觉 非常的悠哉悠哉这种 城市的文化也非常好 会各种的装饰街道 然后让大家非常的chill 很享受 给我感觉像是回到家这种感觉 大家都很艺术感 很多的画廊 然后很多的家里的装饰 就是everything 就是很fit 我自己 我就很希望能够去到那个城市 其实包括在街上能看到大家的穿着 都是那种很有自己的sense 非常享有自己的态度的 就各种样子的服饰 我觉得都很好看很时尚 留在之后 之后还是会再去的 真的是以上的内容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 拜拜 非常好